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有著我不求 有求必煩惱 諸心不常 一無所得 來著我不知 此在結婚 曲折我不留 諸法無法 第219金 如是我文 一時佛祝社會國 其術幾孤獨元 而十四尊告諸比丘 所謂海者 這是一般的海 不是我們內心的大海 一般的海是世間漁夫所說 不是聖所說 所以一般的大海 對新海來說還算是小水 不是真正的大 那真正的大海是我們的六根六層所產生的新海 那個才是真正的大海 那個才是真正的大海 所以有 有些經典 像柔切經裡面 就把我們的新海 比喻成海浪 葬式海浪性 好 那這樣的一個新海才大 所以掩飾人的大海 所以掩飾人的大海 而且 不管是波浪 或者是回戶 回戶就是漩渦 好 以及 水、惡蟲、羅刹 那我們來看 272頁的註解 羅刹 羅刹是惡鬼的總稱 有羅刹國在大海中 男的就叫做羅刹說 男的就叫做羅刹說 女的就叫做羅刹師 或揮空 或地形 而且喜歡吃人的血肉 在大海中 好 那我們再還回來 或者是女鬼 表示我們 我們的新海裡面 有很多這些奇奇怪怪的眾生 這不見得是外面的眾生 在形容內心的眾生 有這些 那耳鼻舌生意 也是人的大海 生香味觸法 是波浪 如果可以看診 這些 法的波浪 那得度於意海 法跟意 注意這個法跟意 如果可以看人筆 筆法的波浪 滔 得度於意海 法跟意 那 那就能夠 靜 靜就是讓這些 心裡面的 波浪 漩渦 惡蟲 摩擦 還有這些女鬼 都能夠滅靜 這個是指法 心法上的這些 這些不好的眾生 都可以讓他滅盡 所以耳食世尊 就用寄送來說 大海 那這個大海 都不是指外面的大海 不是指這世間漁夫所看到的大海 這大海都是在指我們的心 難度而能度 極離永無餘 這極就是陰啊 極和這些眾生的陰 如果都可以離 永無餘的話 那就可以斷一切苦 所以我們說知苦 知苦斷極 可以達到滅啊 所以不互 受於勇 勇之撥裂盤 不互呢 還換意 那我們說 有兩種善根很重要 第一種就是信啊 佛法是以信為入 自為度 信入制度 眾生之所以會沉淪 是因為無明 如果我們 可以破無明 而有明的話 那明最明顯的地方 就在信 信入制度 是明 信入制度 是明 是因為無明 所以沉淪 顛倒沉淪 如果可以 我們的緣起如果是明的話 那就不會 顛倒沉淪 那這個明很明顯的地方 就在信入跟制度 而信從哪裡來呢 信是從聽文來 所以一定要藏 聽文三寶 的名字 而且還要藏接近 這個在大波內盤經裡面 也一再強調 你一定要清淨善事 聽文正法 如理思為 法水法性 他說只有 只有這樣的一個辦法 才能徹底讓你 這個破無明 轉成明 剛剛有人問我說 這個怎麼正空性 的一個次第 那 這釋法是相當重要的 清淨善事 聽文正法 如理思為法水法性 這是相當重要 你不能離開 不能離開善知識 不能離開 我在 我在此一再的跟你們強調 不能離開 我在此一再的跟你們強調 不能離開 所以 佛說此經 以諸比丘 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因為 只有善知識 才 才可以一直 拉你們 往前跑 如果 你不跟 你不跟緊的話 沒有人拉你們 往前跑 那你就知道 會不會再顛倒 所以 一定要常常跟著 我們 會不會再 發生 開 这四个法 在大波涅槃经里面 也强调 在其他很多经论里面 大部经论里面也都会出现 不管一切施地论也好 大制度论也好 这四法要 要谨记在心 他说如果没有这四法 可以解脱者无有是处 有人说那我一直苦恨可不可以 一直苦恨不见得可以解脱 因为一直苦恨不见得是涅槃因 只有这个是涅槃因 只有这个是解脱因 他说没有这四法 你可以解脱者无有是处 在大波涅槃里面讲的 所以要跟着 不能理 那这四个 第一个就是良意 听文正法 听文正法 这个是医道 如理思维就是 这个医药 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胡之 而这四个里面 只有听还不算 只有听只是知道这个一的道理而已 医药的话 那还要应激 什么样的病要给什么药 这个还要应激 这个要透过思维来 而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吃 不吃不行的话 解脱无有是处 这是把佛法的东西 用医生对病人的治理 来谈 这四个重要的地方 我们要把自己视为是病人 三宝是良意 而且 有一个医的方法 而且 还要好好思维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呢 跟你们说了之后 你们还要实地做到 福之 那有 我们说 菩萨道要学五名 其中 有一个是内明 另外一个是一方名 那 这二名都是 都是以这个为 我们刚刚说 不要五名 要能够名 所以菩萨要有五名 其他要有内明 这佛法的 一方名就是对于 医生在治病人的 知识 但是这两个都是以这个为 为一个目标跟方向 所以对这个要明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 这个苦就像是治病 了解病情 那就是 了解我们的苦处在哪里 我们人的心 到底病在哪里 那你才会知道 我们的苦到底苦在哪里 只有一种苦 让你无死结累积 很难解决的 那就是心的苦 所以脱离苦海 是心脱离苦海 不是只有设身 辛苦才是最重要 让你永远没有办法脱离的 所以我们也很强调心理治疗 我相信 学心理治疗的最赞成这一点 因为心的苦海 才是生生世世很难解决的 既然很难解决的在心 所以重点就在活华 再来 疾就是病因 灭就是病愈 道呢 道就是医药 那这个医药还包含治疗的 治疗就是有病的时候 你怎么把它对治治疗好 另外一种是什么 希望让你永不会再生病的 所以道有让你永不互 永不互沉沦 永不互苦 所以医药永不互沉沦 苦的 那个就是属于义荒的 所以医药明跟内明是很像的 这方法都是这样子的 因此 知病情也好 病因也好 病育也好 治疗的用药也好 一定都是要医生 所以苦极灭道 要解决的话 一定要三知识 我说这样对不对 因为 类似的 一个是解决身体的 一个是解决心理的 方法都是一定要有一个良医的 好 那知道这个之后 我们说 我们说 我们说以性路 制度 那性当然是性三宝 性良医 性医药 性可以并育 那这个性又从哪里来 刚刚说制度 制度是可以 可以并育 制度是可以并育 它的来源在性 性什么 性良医 性三宝 而这种性的欲 这个欲不是五一六成的欲 不是 对于习 对于这个方法 这医病的方法的一种欲 欲望 想要了解的欲望 想要让病 病愈的那种欲望 而这种性欲 从哪里来 从听闻来 你不听你是不会 不会信入的 所以到底什么方法 可以让你解脱 修正 只有一个方法 你就是要听 为什么 因为听你才能信 信之后你才有办法 解决 这个都是赤地 因为 刚刚有人提问的是 赤地 到底 怎么正空性的赤地 那当然我要把这个前后的赤地 讲给你们听 因为这赤地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你不知道就是要从这里来 因为正空性那还很远 你最基本的要求 你都还没达到 所以跟你谈到正空性 那已经太远 这样可以吗 你问我说怎么正空性 但是基本的概念 你都还没有 所以谈正空性很远 因为这个你都还没了解 这个基础你都还没闻 好 这听闻正法 从这里 再来如理思维 再来法水法险 那这个过程 我再告诉你们 这个也是一个赤地 可以了吗 我要擦掉了 你们记下来没有 信入制度 信的话一定要从听闻 不听怎么会信 怎么可能 那我再来讲良意 清静三思就是良意 良意有四色 四色就是 我们说六度四色的四色 不失 不失 爱与 利行 同事 也就是说 什么样 什么样的医生 才可以引导你 把你的病治愈 那这个良意要有几个方法 这要有着四色 对众生要四色的方法 第一个 不失 当然财师算 法师也算 无畏师也算 为什么 为什么一开始要有这个布施 因为才能 随 这个是属于方便 随色方便 意思就是说 如果良意 他有先做这个动作出来 不管财师也好 法师也好 无畏师也好 他可以跟病人 结个一个好的缘 有人说 心生缘是 所以先夹这个好缘就在了 这样才会走 不然但没缘 白人跟一生没缘 所以没有这个随色 随色方便 财师也好 法师也好 无畏师也好 第二个 第二个爱语 爱语就是 你讲的话 要柔软 而且要清晰 要让人家很容易听懂 所以这个要不要练 爱语要不要练 要 你心生粗暴 医生如果心生粗暴 白人没会看 不知道 白人没会看 不知道 他脾气这样 我去 如果没生生缘 他死 所以当良语一定要嘴软 说话要主宰 人家要爱听 这个都是要训练的 为什么 因为爱语可以让他起这个文汇 不然你讲的法 那么好 结果呢 你讲出来话 我们不要听 我 阿叔 都 都害了了 不然呢 你有很多法 结果 结果 说话要说话 我们不要听 不柔软 不慈悲 所以当良语 这个慈悲心要有 慈悲心没有 你要当良语很难 特别是慈跟 特别是慈 悲跟慈里面 特别是慈 悲只是悲悯的意思 比如说 我看你有难 有病 我才想医 这个是悲悲 慈不一样 慈是 你的心一直都是 很畏众生 很热心 而且很积极 也不是看你病重的时候 我才想救 从一开始 我就希望了 能够给你预防的药 不是只有治疗 所以这两个的话 是以这个为 为殊胜 慈跟悲里面是慈 慈不容易有 慈悲喜舍里面 是慈不容易有 为什么这个慈 不是只有你病的时候 我才给你药 我希望一直都灌输你 有预防的 刚刚说药有治疗的跟预防的 对不对 那慈的心就是 希望给众生一直有好的 好的法 不是当你已经病得很严重 我才伸出援手 不是 从一开始我就希望大家能够解脱苦海 大家都能够快着过日子 那这个是两一爱与 一定要具备的 这个条件具备之后呢 你讲出来的法 人家才听得进去 这个是第一个 文师修爱语 能够有文慧 上面是良衣 底下是病人 所以四色病人 第三 例行 师会又叫做师则会 什么师则会呢 你要选择有利的 不好的你要放下 你只有长根的三宝 你才有办法选择有利的 把不好的放下 这是例行 比如说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们从家里面把你拉出来 拉来这里听 因为家里不利 这里比较有利 再来 接下来还要有进一步的 就是干脆把你的头发统统理掉 然后呢